威力彩连杠37期今天晚间开奖 投奖的彩金上看9.2亿元 如果一人独得的话 将会是今年单注的最高奖金 来看看这一期民众的热门选号 有人是用自己的生日号码 或者是选择开奖频率比较低的数字 甚至还搭上2020的选战列车 用热门的总统人选姓名笔画 当成是选号参考 财政行的代理人表示 因为这高额彩金实在太诱人了 从端午节过后 威力彩的销量节节攀升 买气比之前至少多了两成 即使外头下着大雨 彩券行还是生意枪枪棍 因为上期威力彩又供估了 来看看上一次威力彩开出投奖 是在2月28号台中一人独得5.2亿元 之后就连杠37期 如果这一期7月11号开出投奖 又是一人独得 有望报回今年最高彩金9.2亿元 总9.2亿的话心情会怎么样 太欢了 超级开心啊 超级兴奋 我想要买房子在台北市 民众冲着超高彩金上门 彩券一张接着一张卖 短短10分钟内就有约10位客人 都是要买威力彩 彩券行代理人透露 这次的热门选号跟之前很不一样 拿出特别做的时事总统牌 看看上头有蔡英文 柯文哲 郭台铭 朱立伦和韩国局 搭上2020选举话题 这些热门人选的姓名笔画数 成了部分彩谜选号依据 除了总统牌 其他像是生日号码 或是第二区开奖频率较少的数字 也是部分彩谜的选号参考 前三期的那个第二区号码 比如说如果开123的话 他就会想避开123 就会456 销量就是从端午节到现在 就是每期都会有成长 就是慢慢有成长这样 就是大概好都是两成左右 不少民众失事手气 就是希望财神也全部成为亿万富翁 记者杨湘玉林昭贤 台北采访报导